我们餐馆从节能方面 特别是关于节电方面 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所有的冬具换成了节能灯 第二个就是减少冰箱的使用量 能省的就省 第三个就是把炸油过的机器 也是缩短它的开关时间 能停就停 要开始才开 第一个就是我们餐馆所有的员工 节能节电意识有所加强 这就是体现在他们一些细小的行动人 都知道谁是要节约用电 第二个就是我们餐馆的电费单 有很明显的下降 这就是说明我们餐馆的成本 也在明显的下降 所以这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获 我觉得作为一个餐馆的话 这个节电是应该是在每个细节体现出来的 所以每个餐馆如果能够细节在那节电的话 对我们餐馆经济效益是有所提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